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志工义务投入服务 帮公务机关分担了不少人力 所以说镇长陈金陵 有意要成立志工银行 结合各个单位的志工来发挥最大效益 有许多的热心人士在工作之余 或是退休之后无私的奉献 义务投入志工服务的行列来服务他人 也分摊公务机关或是社府团体不少的人力 也发挥更多功能及人生的价值 苏澳社府大楼社府志工成立的时候 苏澳政长陈金陵就表示 将整合各类志工包括了环保志工 以及社府志工等等 来成立苏澳政的志工银行 来做志工银行 他就是便是一个真正的力量 就是说我只求付出 我不想回馈 我不想回报 所以我就来说 志工是永远让人家敬重的 对啦 透过你 向人文 有这些社会好的到来 能够打开 我想永远都是一个快乐的志工 所以未来 除了在所有大陆 曾经生在志工团以外 我希望志工团还有很多的行业 包括今天我们成立的所谓的 社府大楼的志工 我想还有很多环保 还有零零种种的 各行各行的 我们忙的 未来的所有人 我们成立一个志工银行 政长希望善加利用 苏澳政的志工人力 以及资源的有效分配 来发挥志工更大的服务效益 伊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 在市民采访报道